国会职群修法三读过后 蓝白再出招了 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喊话 说接下来要彻查疫苗跟光电等争议案件 来因立院党团总赵傅昆奇更喊出 要成立在野党特征组 但是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可不买单 他坚持在选前要主张 不同意成立特征组 对此傅昆奇表达开放的态度 也强调只要是在野 都欢迎一块来监督民进党 不管是疫苗 不管是光电 我们都要代表民意揭开真相 要把所有争议案件查个水落石出 国会职群修法三读拍板通过 当主席朱立伦更公布未来战略方向 不过具体要从哪一方面开始着手 尊重现在党团的讨论 顺序先后会跟民众党会进一步的做讨论 未来方向在野两党还要继续讨论 蓝白联手在国会职权修法上 攻下一城 接下来议题主导上傅昆奇趁胜追击 成立国民党以及民众党 我们一起在野党的特征组 台湾民众党是持反对态度的 法律应该有它的一致性 没有说大官要另外一群人来办 没有关系 我想这个东西我们都是欢迎大家加入 没有严格要求谁加入 柯文哲直接泼冷水坚守过去的主张 表态反对特征组 副总招倒是保持开放态度 就怕还有联手机会 而国会职权修法三读通过 绿营党团总招柯建民已经想好下一步应应措施 国会职权修法随着绿营宣布大法官释宪延长加赛 正式开始